今天和朋友来玩密室 现在的密室真的太厉害了 还要换衣服 据说是玩真人版的吃鸡大桃杀 据说还要抢东西啊还是什么的 这种时候就看谁跑得快 他刚问我要穿白色的还是穿黑色的 为了不被人发现不要那么严重 就还是得穿黑色的才行 这不还应该把头发插起来 我还是玩到一半之后被赶出来 中间说什么 诶刚刚那个说什么 那叫平叶拉杂了 平叶拉杂 然后问我是不是什么游戏真的还假的 我说当然是假的 这个就是游戏的企业那个微部分 刚刚告诉你这是真的物业拉杂 太搞笑了我要说 我死了 虽然最后没有吃到鸡就差那么一点点 但是我杀了20个人 你们杀了多少个啊 5个 他超厉害他就一直躲在那里杀人 超聪明 躲在角落然后补枪的那种 还是很成功的一眼 对啊你可以假装自己吃到鸡 假装自己吃鸡 你都太惨了吧 假装这种事情 真的是 你是那个什么杀人王 我是杀人王 本人虽然没有吃到鸡腿 但是好歹是一个终极无敌杀人王 就表现了我小绿人的内心 我是史莱特林的 对 本人永远是小绿人高级小绿人的旗帜 高级史莱特林的旗帜 什么把我舌院的东西什么发扬光大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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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盘看起来太爽了 太爽了 作为一个烤肉专家 其实我非常会烤肉的 太爽了 就是洗完就熬菜 冰火两头片的肉 太馋了 早上十点钟会骗过来 然后在这边躺吃 躺到了 这是有点过分 对 这是我和吴哲涵见的生活 被骗过来之后 我在那个板凳上躺了 躺了 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你在干啥 你打码自动打码 这不在门开 悲惨世界的两人 我准备继续睡了 那再见 晚安 嘿嘿这是我的道具 我的棋子 这是一个海盗棋 哈哈哈哈 当时他们说你这个棋子 你要上面要写什么厉害的 什么S14 再见打扰了 对不起 本人就是一个 什么长央在海面上的海盗兔 你只要去征服大家 这是我的灯 我还有一个灯 这个灯是亮的 这是什么同样的 你是一个兔子 这是一个海盗兔 看不出来吗 你看这个灯 就那种以为要打败仗了 不最后我们要拿着灯去开拓前路 然后走向新世界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哈哈哈太重要了 走就是这个路线的剧情 对啊 也很符合这首歌的意境啊 就远方的海嘛 就沉船出海 然后探寻前路 最后走到新世界 开启新的旅程 是不是有脸上了 我还改了一句歌词 具体改了什么 你们自己回去听好了 这一个是我的船 虽然它只有一个船头 但是它也是用了非常多的人力 然后把它拼接在一起了 下面还会插一个破旧的旗子 一个破旗子 就是前面的一个漂亮的 就有个漂亮的全新的旗子 和这个破败的旗子要形成一个对比 这个船是一个只能看正面的船 你看背面就只有一个楼梯 而且没有坐的地方 我得坐在这个看起来非常纤细的钢管上 对我的平衡能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看我的棋子 我破败的棋子就在我的后边 看我们今年用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 就是名牌 每个人的身上都得贴一个名牌存在 喝了那么多人根本搞不清谁是谁 今天应该就不会再出现什么 呃什么该鞋的粉丝 然后拍拖人的尴尬场面了 毕竟是有所准备的 这玩意是个非常大的灶子 今天的妆化非常精致 说我的吗 你的妆真的很不一样 我觉得还是一个完全淡妆的人 那现在这天就不要嘛 你个转折 你这试试不要那么久好不好 哈哈 今天画了一个非常之 叫啥妖艳 就是妖艳的妆容 你的脸都没进去嘛 没关系不重要 哈哈哈哈 这会终于在凸显你的妆容吗 嗯 这样滚雪了什么感觉 你祝福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有想要的好成绩 哎哟 哎哟 嗯 你对于总选过后是怎么想的 想逃跑 哈哈 哈哈 没有意思 你最想要去吃什么 不知道咧 大家都要一起去吃点什么东西 火锅 不然就夜宵都是火锅啊烤肉啊烤肉啊烤肉啊 我这两天天天天火锅火锅 好 我是都说了无数次 结果这个人是已经去实践过了 我只是嘴上说 就是你每次说的时候 比如说之前想吃牛肉火锅 我前两天刚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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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见 没关系 我们可以约海星 嗯 已经约好了对吧 某某号 某号晚上 哈哈 茫茫人海 每一次圆镇的时候就觉得 妈呀我们怎么能那么多人 如果今天算人少了一件 都没有占据整个场馆的圈 嗯不行不行不可以 加了一个双马尾 因为觉得第一套衣服如此的可爱 就应该搞一个用有青春气息 朝气活力脸发型 现在画了一个战选装 我一直想看嘛 然后正好觉得 这一次比较符合这些拥有的主持 看这一次 好 披风 看起来很涂操 但拍出来好像还行 就这样的 差不多就可以了 加油远方的海叶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冲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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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演唱会之后 放到了海底老师 大家看一下 这个酱料 那你什么情况呢 你在那边 就是要一个地方购买 我调酱料就是一定要 就是分配均匀 然后首先第一个酱料就有点放多了 第二个呢 就是按比例算了 我懂了 我懂了 看他口的 不是 我的妈呀 你跟我吃240亿 他要做什么 他要做什么 看我自己的 这个是之前 在世界会的那天 收到的一些礼物 也不知道你们有些什么东西 看看有没有什么猎奇的 可以大家分享 目前好像挺正常的 这种小盲盒啊 信啊 告诉大家医生还是有非常多的 那么开心 我能怎么办 我也很绝望啊 他要剪压 这个 这种 很厉害的一个东西 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 这个 这个 这个好像能放开 很爱的衣服 大家送我衣服的时候都很开心 就有一种又可以扩充贵的感觉 如果我都不太记得谁送的或什么 就觉得衣服大家送的 只要能穿的时候都会穿一下 没有空气很多 这次的一个礼物盒子 这次一年会做的礼物盒子真的很可爱 就设计包装看起来非常有档数 哈哈哈 很棒 打开里面有一个眼罩 就每一层后半都有的 用红糖一盒 这女孩子喝红糖 当然显肥时期就不用了 然后这个特别棒的一个充气枕头 你知道吗当天哦 他们在后来睡觉的时候就 就及时开始把它吹进入去充气了之后 就把它在后台睡着 还有这个也很好 超喜欢的 我觉得做的特别漂亮 特别坚持 终于看到一个猎奇的 太神奇了吧 干什么 香水 我也是一个收到过很多神奇的香水的人 但我本人对香水还是蛮挑剔的 但是这个香水 你知道草点在哪吗 它感觉是一个男士香水 它叫亲爱男友 不是 而且 它后面还有个数字叫三十 什么东西啊 你看 三十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好像是镜面的 看不清 我妈呀 就是在说什么 我要闻一下 会不会 把它熏掉 你看看 三十 亲爱男友 就感觉我对 就是 各种太甜腻的女性香水 过一下人 然后又把我想象成一个什么对象 然后我就送了我这个 好 感受一下 不过喷在自己身上 好像我不知道 我的香水真的 满 哦 果然男士的香水就没有那么甜 这个是木质掉的 出一点火龙水的感觉 有那种奶奶的木头的感觉 好像是 还可以 还可以 我先握手会的时候 喷一下这个 看看 就是这样的男友的气息重不重啊 啊 这个呢 是不是之后马上要握手会 这个什么 不一样 好像就不一样了 这个瓶子 嗯 这个比较更清爽 这个比较更淡 这个比较更淡 刚刚那个感觉 有点 就是淡香水 但这个 这个什么写什么 这个蛮好的 这个也还不错 这个就更清爽一点 这个好女生哦 这个 这个完全 就是 感觉是那种很淡很淡的味道 但这个感觉就是那种 奶奶的木头的味道 哈哈 下次在变身之前就尝试它这个东西 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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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本小绿儿绝不认输 好可爱哦 这个好漂亮哦 好好看 密体的 徐徐徐徐徐 你看这个兔兔 哇超可爱 哇超棒 哎哎 这个魔杖 这是一个特别的魔杖 它是一个软的 它的心是什么心来着 这个 用了什么什么的毛 还有什么什么的念力 或什么什么的那样 总之它就不会折断了 哇 这个好漂亮好默默 应该很开心 起起起起起 好棒哦 说起来 好可爱哦 一个灯哎 就是当你 五明的一个灯 星期不好的时候 看到这种可爱的 好像这种暖暖的东西 是不是就会 感觉受到了治愈一样 真的 好 一个大的 发子 哇一个就是 这种神似的小东西 那些小树子 你看 啊好可爱 它比小金子也很可爱 哈哈 看到耳朵被扭带了一起 这个肚子 看它出来看 很棒很棒 就非常感谢大家给我的礼物嘛 就说到礼物还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大家 就还是量力而行 也不需要 一定要送我 什么 我觉得就是要先过好自己的生活 就衣食住行 先保证自己 对吧 我自己缺啥 也会自己 好好努力的工作 然后自己去买呀 所以首先都一定要 不好努力 你才是你自己心中的第一顺位 知道吧 嗯